日军在二战中谋划了数不清的屠杀,我军和盟军的战士都饱受摧残,其残忍程度无不令人发指。 虽然我军一直恪守战场规则,但是他国部队却没有这般大度,特别是和日军苦大仇深的美军,在自己士兵遭到虐待之后,紧接着就是让人感觉大快人心的报复。 接下来,让我们回到二战时期,去看看美军是如何报仇血恨的。 1944年的时候,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抗着强大的美军,再加上陆军马路和海军马路的强强联合,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,那些士兵在这种情况下心里都憋着火。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,一架刚刚光顾东京的空中堡垒轰炸机,在返航时发生了意外情况,只能在汉口的西北方向迫降,最后不幸地被日军士兵发现并抓了起来。 当时,在这架轰炸机上有三名机组人员,结果他们一打开飞机的舱门,就看到了一排闪亮亮的刺刀正对着自己。 在日军内部,一直都有个光荣传统,那就是上级长官可以随意打骂自己的手下,不仅不能有丝毫变言,还要表现出一幅知错能改的坚决。 当他们在战场上无法作为的时候,其长官就只能对着自己的下属出气了,然后这些下属又把火撒到了士兵脸上,闹得整个部队上下都火气满满。 所以,这三名刚刚轰炸东京归来的俘虏,一下就成为了日军的撒气筒。 1944年12月16日,日军把这三名美军战俘押了出来,游街示众。 当时正值寒冬,但是三人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衣服,在日军士兵的枪口下走了近四个小时,并且还一直被这些士兵打骂。 等差不多走完的时候,只见这三名飞行员被打得血肉模糊,全身上下基本没一点好地方,到最后站都站不起来了。 当时围观的百姓虽然想把他们救出来,可奈何手中没有武器,在日军士兵的驱赶下,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受苦。 等游街结束之后,这三名飞行员又被拖回了营地,之后又遭到了敌人残忍的虐待。 这时,日军士兵丧失人性的一面又出现了,他们可能感觉光是打骂还不能出气,最后竟然直接将三人扔进了焚化炉中。 虽然当时被打得血肉模糊,但是最起码还有一个人意识清醒,他在焚化炉中发出了极其惨烈的哀嚎。 在把这三人烧成灰烬之后,日军可能也怕美军知道此事,进而报复,于是他们直接把骨灰随便扔了出去,企图掩盖自己犯下的暴行。 可是日军的做法实在丧心病狂,所以这件事在附近传得沸沸扬扬,最终还是传到了美军的耳朵里。 美军上下听闻此事,怒不可遏,其长官直接出动了百余架轰炸机,对这伙日军的驻地进行了疯狂的轰炸,几乎将这片区域移为了平地。 日军在二战中犯下了无数的暴行,其中最让美军感到震撼的,莫过于是巴丹死亡行军了。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,日军开始将目光转向东南亚一带。 美非联军随后在菲律宾与之展开机展,但因为缺乏物资补给等各种原因,联军在1942年4月9日投了降,近8万人成为了日军的俘虏。 随后,这些战俘被日军压往120公里之外的战俘营,可是这些美非士兵怎么也想不到,他们走上的是一条死亡之路。 在之后的六天时间里,战俘们走在沿着的巴丹半岛上,任何调队的人都会被刺死或枪杀,并且他们只在最开始的时候,从日军那里拿到过少得可怜的食物,后来的时间,战俘们就再也没有得到任何物资了。 有些人实在忍受不了饥渴,会私自跑出去寻找水和食物,但只要被日军士兵发现了,最后全都会被刺杀或者枪决。 并且,当时有很多当地百姓,想给这些战俘送一些食物和水,但是日军又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? 所以,最后足足有1.5万余人死在了路上,本以为到了战俘营便可以结束这一切,哪知道死亡之路通向的正是地狱。 日军那时经常会给战俘们腐败的食物,他们知道这些人饿了这么长时间,不管是什么东西,他们一定会吃下去,但这也就导致了战俘患上了严重的腹泻,有很多人最后都死于脱水。 更让人感到胆寒的是,那些日军士兵在极度缺乏物资的时候,会将战俘甚至是身边的人当作食物,完全就变成了一头头害人的野兽。 其实,美军在战争初期还能恪守规则,但是到后来也是实在忍不了了,他们在俘虏日军士兵后,会从精神上进行羞辱,然后再对其进行一顿胖揍,有些日军士兵会被活活打死。 在冲绳岛战役中,美军甚至直接使用了生化武器,这一举动遭到了日本方面的控诉,指出这么做有备于人道主义,国际组织虽然也收到了指控,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想理会这些日本人,百姓们也对美军表示绝对支持。 其实在二战中,美国方面多次派人调查部队可能违反规则的行动,只不过他们的调查结果都不出意外的一致,那就是美军的做法既不违反法律,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问题。